10月31日 张庭涉嫌传销一事有了最新进展 实验软相关部门正式发布公告 称此案将于11月4日举行听证会 之后将会公示最终的处理结果 消息一出 立马上了热搜 从公告当中可以看出与林瑞阳、张庭有关的 共有19个主体涉嫌网络传销 张淑琴是张庭的原名 林基荣则是林瑞阳的原名 演员陶红的名字紧随起后 其实官方早在4月份就已经判定 张庭夫妇的公司经营模式就是传销 并且处罚了2100万 随后又查封了他们96套房产 价值17亿人民币 不过这并不是最后的处理结果 11月4日听证会召开之后 相关部门就会公布张庭夫妇的涉案金额 处罚以及最终的处理方向 张庭夫妇咎由自取 不值得同情 而网友们的关注点则在于 陶红这次恐怕也真的难以脱身了 官方公示的文件当中 陶红榜上有名 看来他很有可能也涉嫌传销 只不过涉案的具体金额还无法得知 陶红对好闺蜜张庭传销一事总是必而不谈 从今年4月之后他几乎就隐退了 完全淡出了娱乐圈 8月时的时候陶红斥资1200万元开新公司 还被扒出来呢 在飞机上与网友偶遇 此后便一直没有了消息 直到前几天 陶红徐征夫妇因为在海外机场拒绝与游客拍照的事件 再一次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怀疑他们是不是也润了逃了 官司在身应该是跑不了 之前相关部门没有给出关于陶红的处罚 如今听证会公告当中出现了他的名字 不知道是不是掌握了新证据呢 几个月前就有媒体报道称 陶红从张庭夫妇公司获得了巨大的利益 5年时间分走了4.2亿 而这些分红都不是正规渠道赚来的 理应受罚 知情人士透露说 张庭夫妇传销案所涉及的金额特别巨大 保守估计恐怕超过了100亿 其实圈内的很多艺人都曾经为张庭站台 比如说明道、望东城等人 但是他们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在公告当中 作为国内影视圈知名的夫妇 徐峰和陶红二人早已围绕影视行业 打造了自己的商业版图 而此次受张庭牵连引发的关注 则揭示了这对夫妇、商人那一面的冰山一角 早前保康县事监局的一封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 上海达尔维公司构成组织策划传销违法行为 其自2018年1月至2021年7月 共发展会员707.07万人 其中兰卡会员641.14万人 属于一般消费者并无违法情形 红卡会员65.93万人 涉及奖金制度形成上下线关系 并且存在以下线的销售业绩 为依据计算给上线报酬的情形 属传销行为 同期相关公司在社传主营业务上的收入为 91.71亿元 获利1927.99万元 明星站台是微商品牌TST挺秘密 能够崛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中徐征和陶红曾经多次在公开场合之下 不遗余力的为TST挺秘密打广告 如陶红就曾经多次与张婷一同出现在公司的年会 张婷的直播间等场合为品牌助力 此前在网上流传的一份视频当中 两人为品牌站台时 面对台下对于TST与陶红有关系吗的提问 陶红还大方表示 跟我当然有关系了 是我们自己做的企业 是我们的骄傲 而徐征则在自己导演的电影《港窘》上映期间 联合张婷推出TST活教母 炯膜进行销售 后续在录制浙江卫视综艺24小时的时候 徐征的脸上还附着TST面膜 2020年6月张婷 林瑞阳的直播带货首播 陶红李晨助阵 当晚销售金额就达到了2.56亿元 一款单价99元的TST苹果机面膜就卖了85万盒 这赚钱速度真是堪比印钞机 别说普通人就是有钱的明星 也很难抵挡住诱惑 从股东上来看 上海达尔威公司的第五大股东 持股4.7%的北京最淘然服装服饰 有钱公司的最终受益人正是陶红 除此之外 陶红自身还持有上海达尔威1.93%的股份 并在公司中担任董事一职 曾经的好闺蜜商业伙伴在TS挺秘密 依靠类似传销手段大肆敛财的同时 会不会也从中分了一杯羹呢 有记者从权威渠道了解到 陶红从张庭夫妇经营的上海达尔威公司 5年分红4.2亿 其中后3年2.6亿分红 是达尔威处于传销阶段的分红 而此前最淘然的工作人员 曾经亲自予以否认说 哪分过那么多钱 简直是一派胡言 2017年也是最淘然公司工商变更的 一个重要时间节点 该公司原名为北京陶一娃 服装服饰社九县公司 此前很长一段时间 其直董经理法定代表人 一直由陶红的姐姐陶平担任 直至2017年5月16日 全部变更为陶红 2018年徐章主演的电影 《我不是要神》上映后打卖 上映20天后票房就冲到了29亿 一度被封为神座 而徐章在路人中的口碑 也一路走高 至此之际 TST争九系列也开始 对自身的产品进行了营销 在片子上映之后 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 TST挺秘密 更是借势连续增加 争九系列的曝光度 如上海大维公司的营销总监 就曾经在7月6日的微博中 发文进行推广 并称徐章为我们的老板 7月12日 TST挺秘密网站 还放出了一篇题为 喝红酒选TST争九的推文 该文章提到 近期徐章新作 我不是要神 在哪都被刷得一点缝隙都没有 而我们TST不需要蹭热点 我们一直就是热点 因为徐章就是我们TST的老板 争九就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 值得一提的是 徐章与张婷相识的时间甚至还要尝过桃红 2003年 徐章与张婷在一部名为《穿越时空的恋爱》当中有过合作 后来呢 根据张婷和桃红在一档综艺当中的分享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 张婷桃红通过徐章认识成为了好友 2014年张婷还亲自在公开场合表示 在丈夫的熏陶之下 自己带着徐章夫妇一起炒楼赚了上千万 同时他还准备拿着徐章桃红一起做美容产品 而其筹备的正是TST挺秘密品牌 与张婷的交集只是徐章桃红商业布局的一个缩影而已 这对夫妇在逐渐壮大自己商业版图的同时 也始终伴随着外界的非议 得益于此前人在窘途的爆火 徐章2012年创立了《真乐道》 并在光线传媒的投资之下 拉来了王宝强、黄博 开始拍摄人在窘途之太窘 据了解这部电影的成本只有4000万元 却换回了12.68亿元的票房 据当时光线传媒的公告 太窘上映一个月后票房超过12亿元 分账收入近5亿 徐章也因此获得导演费加分红 总计约4000万元 2015年徐章继续与导演主演的身份 推出了港窘 与此同时他还多了一个新的身份 投资人 同年徐章和宁浩 分别以1.75亿港元 获得了港股上市公司21控股 扩大股本之后 各19%的股份 该公司的名字随后变更为欢喜传媒 港窘即是欢喜传媒的第一部作品 港窘的另一大收入点 可以说是植入广告 徐章曾经在采访时表示 太窘比较遗憾的就是没有一个植入品牌 而港窘则包含58同城 中国人寿 卖动等在内的14个品牌植入 窘妈是迄今为止窘系列IP的最后一部电影 但业内围绕其直接登陆网络平台的做法 依旧产生了非常多的争议 为了买下窘妈的独家播放权 字节跳动也就是抖音 向欢喜传媒及其子公司支付了至少6.3亿元 然而绕过电影院的窘妈 却激怒了一众电影人 一份署名浙江电影行业 2万余从业人员的声明 就对窘妈破坏规则失信 重力轻易等行为进行了谴责 并宣布如果网播将抵制欢喜传媒 和徐正的电影 包括万达影业 大地影业在内等等 23家电影院线公司 更是上述国家电影局市场处 要求紧急叫停欢喜传媒电影 窘妈互联网免费首播的行为 取缔电影院以外 各类零窗口期的放映模式 与徐正相比 近年来桃虹则要低调得多 纪录片《素食行者》当中 呼吁大家吃素的场面 可能是桃虹给公众留下的 为数不多 印象深刻的记忆点之一 桃虹对着镜头 发出了一个灵魂拷问 你觉得那些动物 如果有知觉的话 它愿意被你吃掉吗 言外之意就是 动物如果有感知的话 是不愿意被人吃掉的 然而说出这话的桃虹 却被爆出是一位皮草爱好者 在舆论热议之后 有火眼金睛的网友 就扒出桃虹私下 喜欢穿昂贵皮草的画面 并怒斥说 他不愿意被吃掉 大概也不愿意被你 劈在身上吧 此前这些争议最终都没有 转化为对二人实际利益的损害 而此次与张婷的联系 是否会有所不同呢 我们还是要拭目以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